我就闖過貨 在一個宴會場合 李先生 我們剛剛李超人 李嘉誠 就像你說 每一桌要突然過來 坐了幾分鐘跟你聊 我沒想到這樣 他一過來 我們那一桌只有幾個人 然後他就過來 坐下來聊 一坐下來 我太興奮了 嘴巴說我不稀罕 然後太興奮了 李嘉誠坐我旁邊 準備要掏手機拍 可是一興奮 他來握手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李先生 我是你偶像 李先生就說 我是你粉絲 還是給他倒茶吧 好丟臉 我到今年都覺得 我是你偶像 然後李嘉誠怎麼樣 他就笑 李嘉誠 我還要好講 不不不 你還要好講 我說你是我偶像 好丟臉 你知道嗎 從此我就覺得 給你面子 要倒茶 幹啥 所以你這時候需要喝點茶 你得喝點茶